大家好 我是莎姐 特朗普已經宣佈了爭取連任 其實她會不會連任? 傳說中的孟婆 預言家說她應該可以連任 當初她說特朗普應該贏的也中了 她說應該可以連任 其實莎姐覺得是五波 就要看她對手是誰 是否廢話 因為現在看到民主黨 那邊好像沒有什麼標稱 或者一個很風頭燈出來的 因為之前很明顯 奧巴馬是黑人 然後希拉里 但現在好像沒有聽過一些很厲害的風頭燈出來 但你說她不是很容易成功連任? 我覺得不是 因為她比莎姐 預計的弱了很多 這是事實 因為她的政策 就是大美國政策 理論上應該可以騙幾年 應該這樣說 因為她最初 她都將所有在美國的外資 美國企業 在外資請人做的事 全部都要加重稅 變成很多外資都可能要 被請美國人 或者是怎樣 理論上應該在短時間內 可以讓勞動階層 享受到一些甜頭的 理論上應該可以帶動經濟 會去到一個巔峰 但至今沒有一個好巔峰 是好一點 經濟是好一點 但沒有一個好好的 比想像中 比莎姐預期中是差的 未見到一個很蓬勃 就已經開始 差不多 你現在都看到了 聯儲局現在很尷尬 是加息 減息 因為一減息就證明 經濟開始退下來了 所以現在聯儲局都在疑惑 很尷尬地 究竟我是不是要加息 即是不加息 是不是要減息 其實是比莎姐預期的來得快 我最初預期的都是 特朗普能夠連任的 因為正常 以這些經濟 以他的措施來講 應該至少都能夠 保持五連鬆一點 因為五連一個圈圈 大概五連鬆一點才開始下 理論上應該是連任後 才開始出現這些問題 但想不到 現在競選的時候 已經開始看到有下滑的趨勢 似乎來得早一點 因為他連想也想不到 很厲害的時候 就錄得很快 比我預期的真的差了一點 我以為他會有一個 比較光輝光亮的起飛 結果都沒有的 他只是 他完全沒有一個很光輝很光亮 因為其實奧巴馬 差不多 他 射任的時候 其實美國經濟已經開始不錯了 所以他其實只是 帶了美國經濟很多 所以也不令人覺得很光輝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有質疑 究竟是奧巴馬帶下來的幸運 還是真的他的政策是效益 還有他一想任就把一些不停換人 其實這是一個很差的做法 總之別人一不正確就解僱人 一不正確就解僱人 他想任後 不知道沒有幾個月就已經換了很多任人 其實對於他穩定美國 穩定他自己的班底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他不停地換人 令到市況 應該這樣說 他不停地換人 令到他一直都未能夠定下來政府 即是未能夠令社會氣氛定下來 這個是他的任性所帶致的 如果他早就已經定下來 其實他應該會有一個相對起得快的經濟效益 因為他不停換 令到市面上的隱憂也很重 不停換人 大家都很擔心他究竟是不是假 所以其實市面隱憂也很重 所以令到他沒有一個很大的弱潤 就已經下來了 只是比奧巴馬好 當時臨立 因為奧巴馬那時候已經是不錯的 然後再起多一點點 然後又下來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被人感覺太大的喜悅 或者太大的喜飛 所以其實他選不選到我都覺得是五五波 加上現在又準備彈劾他的時候 其實薩姐暗底會希望他被人彈下來 這傻子真的有點病 你看到他自己其實 其實他並不受終產歡迎 為什麼呢 其實他可能真的應該未必選到 除非對手比較偏弱 如果對手有希拉蕊應該會輸 因為當年希拉蕊是贏他 其實美國普遍來說 中產都會支持民主黨 為什麼呢 因為中產來說是比較有學識的 他一看就看穿了特朗普那些是騙人的伎倆 因為你撤走了 即是不讓美國商人去外國建廠或者其他 要用回美國人的時候 即是說美國人 即是勞動階層本身可以賺多一點錢 因為你聘請美國人 但是另一方面 你市面上的所有東西都會加價 因為你聘請美國人 你的成本貴了 那你最基本的三副鞋物都會貴了 因為其實美國很多三副鞋物 都是斯里蘭卡那邊做的那邊 勞工很低廉的 如果美國的一些 難聽一些說句 美國的一個月薪金 都等於幾個人的一年薪金 那你怎麽違起那些三副鞋物 所以相對就會貴很多時候 就會導致很多商店倒閉 因為大家都消費不起 其實這個是很快現身的 因為最低的那層勞動階層 就等於香港最低的工資 香港最低的工資 現在正在玩這個無聊的東西 它好像賺多了 短時間很開心 它購買力強了 因為大家都在用斯里蘭卡那些貨尾的時候 但是當它一下去的時候 用回自己本土製造的那些三副鞋物的時候 它就發覺它的消費動力 沒有以前那麽好 反過來是比以前更差 那就會開始對特朗普 會有反感 但是我猜不到現在 真的來都未來到就已經出事了 因為美國的黃豆已經消不去 所以其實 現在特朗普就是用香港 拿著香港來和大陸 談這500億的 不是500億粒的黃豆 是500億 不知道是美金還是人民幣的黃豆 拿著去問中國大陸要買500億 我心想500億黃豆很多 很多很多 因為其實那時候也有訪問過 美國電台也有訪問過一些農民 他說自從特朗普和中國交惡 還是怎樣 他就說他的黃豆基本上是賣不出 很多農作物都不買中國 變成他就當然收到大減 就算美國也有資助 都是資助白人那些大的農場 他們那些黑人農場或者食 他們根本享受到優惠 他就會損失這些選票 因為當大家都知道原來特朗普當中的政策 但是其實都是會傷害到他們 就是美國和一些其他勞動階層的時候 最初這些勞動階層很支持他的 或者有一些遊離票覺得 民主黨已經領導了這麼久 都好像沒什麼特別突破的時候 他們想要一個新老闆 就給了機會特朗普上 現在發現這個人原來是傻的 在外交上各方面都是傻的 可能這些遊離票又會回到正常的人 即共和黨的正常人 又或者民主黨那裡 所以其實我想特朗普 除非他們完全是其他民主黨那些 拿不到其他人出來 如果不是Gate Wars 我估計會輸多 以上一次這樣的選舉 我的預計計算方法應該會輸多 除非因為民主黨暫時都沒有一個很 outstanding的人 所以現在實在是覺得誤誤波 今次的分析就是這樣 下次見 拜拜